大家好 来关心天气 那么今天来讲的话 各地的感受上面 又变回了比较偏 湿湿热热的这种天气形态 那么晚上偏凉的这个感觉 其实从今天逐渐的 太阳升起来之后 温度就一路上升 尤其在北部东半部地区 原本还有一些些 比较偏舒适的这个凉感 到了中午又回到30度以上 主要是今天开始 又比较偏南风上来 那么南风除了温度偏高之外 也把水气给带进来 那么今天在北部跟东半部地区 相对来讲水气量 比较没有这么多 但是中南部地区 尤其在山区 发散起来的对流作用 雨势就比较明显 不过这样的天气形态 又会被接下来的 封面天气给打乱 那我们就来看一下 要提醒大家 接下来很快要进入周末了 那天气状况 还是会比较不稳定一些 首先周末容易会有大雨 尤其是在中南部的山区 要多加留意 另外从周日之后 降雨的情况会逐渐的趋缓下来 但是温度的部分会逐渐的转量 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 在星期五星期六 这两天的天气状况如何 星期五主要在封面云气 逐渐接近的情况之下 在中午过后 尤其在中南部地区 容易在午后 会有一些对流作用发展起来 天气状况跟今天会颇为类似 但是降雨的强度会再增加一些 那么星期五在温度的部分 各地的高温都还是可以来到 32度以上 户外活动 记得没下雨的时候 多补充水分 到了星期六的时候 这个时间点就注意 台湾在这里 封面云气已经进入到了台湾的北部 那么这个时间来讲的话 雨会逐渐的由北往南来渔动 那么在温度的部分 也会因为封面逐渐接近之后 而开始会有一些下滑 但是再注意到高温的部分 还是可以来到29度 那么中南部地区 感受上面还是一样 比较偏湿湿热热的天气形态 不过降雨逐渐的往南走 就要注意到了到了星期日的时候 台湾在这边封面云气 这个时间点已经往南移到了南部 那么在这个时间点 要注意到的是北部地区 开始偏比较东北风进来 因此在温度的部分 到了星期日 五间的高温降到剩下26度左右 那么要留意的是 除了北部地区转凉之外 各地都还是有些短暂震雨 但是北方凉空气吹进来之后 水气也会逐渐减少 那么在入夜之后的温度 掉到剩下20度左右 所以从星期日到星期一星期二 这个早晚感觉 北部地区会稍微比较偏凉一些 不过星期一开始水气量 会逐渐的减少 只剩下中南部地区 以及东半部迎封面 有些零星的震雨 在高温的部分 又可以回升到28度左右 所以可以看得出来 这个周休假期如果你要安排户外活动 天气状况会是比较不理想 不稳定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 在云图上面注意到 艾维尼台风 今年的第一号台风 逐渐的往日本的南方的方向来前进 现在逐渐正在减弱当中 未来会减弱为一个低气压 那我们要留意的是 南方有些大片的水气 逐渐的在往北边来台 因此对我们来说 今天主要的水气发展 都是南方水气北台之后 午后的对流云气发展起来 那我们从这张图 就可以很清楚来看到 累积的雨量 主要是在中南部地区 尤其在中午过后 中部以及在高屏的山区 容易有较大的雨势发展 那么从雷达回波图 还是要提醒大家 现在对流云气 还没有完全的消散 因此要留意到 是中部的山区 还是有些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 接下来我们要注意到 从色调强化云图 可以看到刚刚讲的南方水气带 现在水气量还是偏多 接下来会逐渐的往北边来移动 尤其要注意到的是 今年的第二号台风 会不会生成 我们从这张的热带低气压路径 可以看到台湾在这个位置 现在有一个热带低气压 TD02 现在正在的往北边来移动 预计在明天上午到中午 这段时间会逐渐进入到 雷州半岛的东侧 这个时间点它的强度 中心风速来到 每秒钟18公尺 强度就会接近到了轻度台风 接下来它会从广东附近来登陆 接下来会往这边东的方向来前进 不过它进入陆地之后 强度会逐渐的减弱 所以接下来很可能又会很快的降回 热带性低气压 所以它整个的云系在接近台湾附近的时候 也就是在星期日到星期一这段时间 会变回比较松散的云系 但是由于整个大片都还是水气偏多的情况之下 因此在星期日的这段时间 天气会比较不稳定 那我们看到星期五的这段时间 台湾附近可以注意到 北方的封面再度的构成 刚刚讲的这个热带性低气压 逐渐增强为台风 逐渐的往这个广东的方向来前进 对我们来讲要注意到 从星期五到星期六这段时间 封面云系逐渐的往南边来移动 所以全台湾从星期五到星期六日 都会转为有正雨的天气形态 但是到了星期日 星期一这段时间 封面云系逐渐的往南边来移动 北方的高压系统 也逐渐的接近把冷空气送进来 刚刚有特别提醒 北部地区的低温降到二十度 这样的一个天气形态 大约会持续到大概星期一星期二这几天 北部东部都还是有一些偏凉的感觉 尤其是骑车的朋友 一定要多加留意加件保外套 那么赶快来看到各地的天气状况 在北部地区 在星期五的天气状况 高温五间还是可以来到 三十到三十二三十三度左右 但是午后有些震雨的机会 中部地区的高温五间 可以来到三十四到三十五度 而在南台湾同样在午后 容易会有比较强的对流发展 高温可以来到三十二到三十三度 而在东半部地区 有阳光露脸的机会 但是高温的部分 大约在三十一到三十三度 而在外道地区 马祖现在已经偏凉一些些了 高温在二十七度 金门跟澎湖 还是有一些震雨发展的机会 高温在二十八到二十九度 未来一周要注意 在星期日之前 都会受到这一波封面 比较不稳定的天气影响 星期一开始雨后转多云 但是星期四三开始 水气量又会逐渐的增多 外道地区同样也在星期日之前 容易会有震雨 同样要注意局部起雾的情况出现 小丁丁提醒大家两件事情 在午后容易会有大雨发展 户外活动注意携带雨具 另外行车的部分 放慢车速注意安全 金门马祖 仍然会有局部起雾的情况 往来航班多留意资讯 我是陈俊庚 回来请您持续锁定中视新闻 我是陈俊庚 从踩在风灾的摊方断桥 到卫星云图背后的天气预报 棚内棚外的采访播报经验 持续冲击火花 督促报导真相 更多新闻请锁定中视YouTube频道 记得按赞订阅分享 并且开启小铃铛哦